Section C第六题 在这个图里面 L是一条线平衡于Y轴的 这两个平衡线 穿过-20这点 即是这里是两个单位 我们看部分A P-4-3 记住先看横后看直的XY作标 -4-3 所以打横这个才是四个单位 再下来这里是三个单位 R是P的Image 但哪个是一块镜子 P is reflected in the line L 这个就是我们的Mirror 是一块镜子 我们用绿线画下这块镜子 P就是那个Object R是Image在哪里 很明显是镜子的另一边 右手边 但实际R是哪个位置呢 留意Image和Object 你的镜子的距离是一样 这个距离是多少 就是4-2 就是两个单位 同样R来镜子的距离 都是两个单位 所以2-2加上3-4 这个R应该刚刚黏着Y轴 所以R的X座标 一定会是0 因为它黏着Y轴 0 Y轴是多少 应该跟P是看齐 这个对方是-3 所以R就是0-3 留意座标 这个Bracket 必须要写的 The bracket is a must 一定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谓座标 其实我们叫做一个Order Pair 一对灯法来的 要把固固包住